你最应该感谢的呢 是远昊和邱检察官 一个是我领导 一个是我亲哥们儿 就不信了 大家过来一下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怎么了 顾哥 刘冻 全招了 他承认自己诬陷林兰 我就说嘛 太好了 同仁上级也宣布 林兰正式解除调查 随时可以归队 真的啊 那咱是不是可以喊他 回来上班了 人好不容易歇两天 你着急喊他干吗呀 他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就是 彦初已经把消息啊 告诉林兰了 我估计这个点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我才几天没回来 你们就敢在背后 说我坏话了呀 谁敢说你坏话 都是好话 话话都是他说的 我没说啊 我的意思是 大伙都等着你回来呢 喂 教你呢 他去上边学习去了 算着时间 也就这两天回来 还是要谢谢大家 让我成员着许了 你最应该感谢的呢 是远昊和邱检察官 一个是我领导 一个是我亲哥们 就不信了 这接风和洗尘啊 咱是不是得吃都好的 行行 我请客 不过你们赶紧给我说话 最近的进度 我好投入工作 你看看 说什么了啊这 工作狂又回来了吧 说点正事啊 这萧萧最近又要花疗了 医药费 怎么那么撑不住气啊 我们啊 都准备好了 验处带领我们几个发起了捐款 不光我们几个 整个检察院都积极响应 要以咱们寒江市检察院的名义 捐赠出去 我们的都齐了 谢谢大家 行吧 喂 邱检察官 什么 你流动了 见我 好 我马上过来 我先过去了 行 算一会儿 干活吧 喂 谢谢 谢谢你们 我干了这么多错事 你们还对我这样 起来吧 你也别多想了 你也别多想了 在监狱里好好改造 争取减薪 晓晓还等着你回家呢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改造 你们就是晓晓的恩人 等到长大了 一定加倍报答你们 我呢 也很小失去了父亲 所以特别能感同身手 我想帮晓晓 我想帮晓 也想帮你 但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隐瞒 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堂堂正正 值得女儿骄傲的父亲 我想 你现在做到了 等晓晓长大了 一定让她向你们学习 做个好人 做个好人 我是真的很喜欢晓晓 好 今后也会经常去看她 你放心吧 谢谢 谢谢